Hello,大家好,我是小猪,看咱院里的车,发明发现这个车又调换顺序了 之前上一期视频,咱这台土亚诺,长洲高顶土亚诺是不是在库里来着 今天又把它给开出去了,又把吴叔叔那台大通V80长洲高顶开进去 已经到那个正经那个位置上了,正在改装的那个位置上 为什么呢,因为这台土亚诺的那个里头那个柜子,咱都已经做完了 做完之后咱们不是正在,你看我爸那头正在打磨 打磨完了之后又往上抹的那个漆,所以说这个车暂时先干不了啥 所以说先给它开出来,也害死我上了 看看这几台车啊,这台V90是已经改装完事了 然后就等那个车主刘阁来替车了 然后这台是心全顺,中轴低顶,然后再等板子等掉 然后这台是刚刚说过了,然后正在给那个棍涂漆,然后打磨 那个漆得抹三四遍呢,然后现在刚是第一遍 我爸现在正在给这个土亚诺打磨他这个棍 打满磨,就这头打磨完之后 打磨完之后给它涂成这个颜色,这个只是涂了第一层的颜色 第一层颜色就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二层三层四层 四层涂,就是全都涂完这个漆之后,还要再打磨一遍 打磨出亮光才行,看看这个颜色还是可以的 当然也不是最终的一个颜色啊 基本上是一个左面,看看这个形状怎么样,非常的漂亮吧 基本上是两个背图,中间是一个电磁炉 它也是一个挂桌,到时候咱就往那个卡座中间一挂,就相当漂亮了 看这台白色大通V80 吴叔叔现在正在跟大坤和我爸研究他这个空调放在什么位置 吴叔叔也订了一台咱们就是前两天推荐的那个扭胜空调 也想是安装在车内,就是那个外机就是做一个下沉 然后只漏一个小边,这样子又不占用空间 然后空间又利用的非常好 然后内机往上面一挂就OK了 然后又特别美观,又好看,然后又使用,非常好 我的天哪,一个新空调竟然被拆开了 他们正在研究怎么把这个空调给它做到最小 然后放在车里 整咋样了 看着好像薄了很多人 这个V80,长车高顶呢,侧面有个空间 就是最佳的安装方位置 19到20,19到200 对,单车210进去 对,外机210,然后就差一点 如果说要按在别的地方吧,就有点可惜了 所以我们刚才决定把这外机拆散 给它 也是做个下沉是不是 做个小手术 做个小手术 对,但是它没有图仰度那个下沉的大 这个有可能在上面多一点 但是估计使用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散热散得好就可以 整的咋样了 刚才看拆的可挺大事 你看着刚才我们拆的过程 空调 外机给缩小了一块 然后准备下沉到V80的底盘 因为之前咱们给那个 多亚诺那个书说 那台车车主书说 把那个外机下沉下去 多亚诺那个车底的那个裙边 特别高 完了底盘的底盘特别大 下沉一下就很方便 然后咱们吴律说 这个V80车主说 人想那么做 但是有一定困难 然后我们又通过一下午的努力 最后成功了 外机给它缩小了一圈 然后找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给它落下去了 都在这儿没 哇 这已经下沉下来了 下沉下来之后吧 呃 多少 离这个家有一个电锯 突然落 那个正常是在上面 因为这个车底盘没有那个低嘛 空间里有那个大 所以说这就是漏水的话 这样的话有朋友可能会说了 这漏水不好看呢 影响通过性了 实际上咱们这个最低点 跟那个你往下穿一眼 跟着尿素 尿素 对对对 它是一平的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最低点 比它这个车中间这个最低点 嗯 还要高稍微一点点 但是这个美关性就没办法了 这个肯定是要露出一个边 你要想用空调的话 想让车里凉快 就得放弃一些东西 对又想让车里空间大 嗯 不占用车内空间 对吴叔叔当时也是说的 这美关不用考虑要 我主要是车里凉快就行 嗯 就是空调能按照 考虑实用性 也挺高兴 也是跟着我们忙活一下午 又那个处理 然后又帮忙 又出主意什么的 对啊 咱们一直在一起研究 对 现在这个外衣掛完了 这也算是成功了 成功了 已经固定完了 现在一会儿可能还要 给那个架的喷纹器 防防袖 嗯 然后处理一下内部的结构 就是只有一根凉 它就能躺得住了 是不是 一根凉中间是两个秤的 嗯 躺它是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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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 一个石子 对 结构上是相当稳定 不能吊了吧 开开车 不可能 就是 除非 没有出飞 这个汗的这两个人 吊接 你都可以刷上绳子 后面如果有车救援 可以刷在这点 从后面的车 真的假的那么结实 对 看看里面呗 里面走吧 走 看看里面 里面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就是咱们那个空调外机 然后 这叫什么 小河才露尖尖角 露出来一点 从地面上 然后扣一个罩子扣上 然后想办法把这个管子 跟那个内极连上 这样的话 你想使用的话 它就属于固定在车内了 嗯 这个这个办法也是全国的好多改装厂 包括个人好多技术达人 一直在研究的一个东西 嗯 每个针对每个车型不一样 然后空调外机大小也不一样 你像咱们使这个扭顺的空调 它外机属于小的了 宽度大概只有215块 嗯 210左右 你像那个还有一些什么 那个富士通的二级等效 那个比较小 嗯 还有大金的那个外机也比较小 还有咱们是去年买那个养子的那个 嗯 那个是应该是家用空调里面最小的 家用便秘空调里面最小的 那感觉也比这个大 对 都比这个大 所以说咱们要解决一些问题呢 就需要去研究 要不断的学习 嗯 怎么学习呢 保保搜这些东西 看它的数据也是一种学习 对啊 每天在 嗯 一天不学习都不行 你这个东西你就安装不上 你可能脱轨 但是大家最后 总结的出来的结果 还是那句话 我之前说过了 这个家用空调 安装在车上 这几种方法 嗯 它还是有朋友问我 借着这个机会 咱们正好这期视频 最后结尾说给大家说一下 嗯 这是一种大家看到了 下沉到底边下面 嗯 还有一种是放在车内 然后在车侧面 车的板筋侧面 比如说 到比方说这个位置就是车侧面 嗯 外机放在里面之后 这个地方开一个大孔 排气口 排气口 然后你是放上一个那个 咱们这边叫壁子也好啊 或者罩子也好啊 嗯 有类似于东北暖气上 外面那个罩子 啊 或者是你再焊点那个条子 然后喷上其根原车 形成立体 也可以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种方法 挂在这儿 挂在后门的这个位置 啊 外机挂在这儿 你可以挂完之后 直接用 也可以做一个铁箱里的罩子 嗯 这样的话可能是 出到外面露减的话 可能会有些麻烦 因为你超潮了 或者是夹鞋盖装 你才能看出来 嗯 然后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把整个内机 把整个外机拆散 嗯 压缩机冷凝器 散热器 全部拆散 然后放在车底 这种方法的话 需要有一定动手能力 你是什么 制冷达人可以 嗯 这本身你自己明白 等一旦有坏的话 你可以 你只要哪块能修 是不是 对 铜管蛇的话你自己能汗 嗯 但是你要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话 你不要这么安 然后 还有 还有什么方法 还有方法就是 这个整个后面 后面这个车 不管什么整个高顶 还是中顶 然后整个坐柜的封死 嗯 然后外机放在这个位置 啊 用的时候开开一侧的门子 然后外机漏出来 其他地方是封死的 啊 这几种方法 咱们那个大家上论坛也好 或者在网上看自媒体 他们发也好 都会用到 但是最完美的我认为 就是沉到底边下边 嗯 这种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 给我们告诉我们一下 你认为哪种方法最完美 对 嗯 好多朋友现在就是说想改车 然后就是把这个装 家用变频空调 当成一个硬件条件 但是他不考虑他自己 涉嫌能不能装两外机 对啊 所以说你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你大概心里有个数 给你这个 嗯 因为你改车之前嘛 肯定会有一个预算 嗯 价格 然后还有一个方案 有个布局 你把这个当作一个参考 计划到你改车之前的这个计划里面来 嗯 然后你可对可能对你有点帮助 不然的话到后期 一旦要装空调的时候 会有麻烦事 对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些 就是这个按空调的过程 我们往后一下午 算成功了 然后大家参考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好不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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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